所以不理解当前的中美关系的大背景 我们是不能够理解香港问题的总根源的 美国它的香港政策 拿着香港来做文章 这最初是美国的冷战政策一部分 香港回归以后呢 美国并没有改变这个政策 而且我发现呢 就在每一次香港出现大规模的这种游行的时候呢 不仅华盛顿在这个山峰点火 而且前方在这个香港特区 这个美国的相关的机构也在积极的支持 所以这个是今天香港局势走向骚乱的一个 我认为是一个总的根源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我认为是最后画的人 我认为是一个总心的 我认为是一个总的 更多香港人 我们的总生 感谢观看